部分的我們主要是要了解所謂的變數 跟資料形態還有運算值 那首先第一個呢有關那個變數跟資料形態 我們會先讓各位了解一下 那再來的話呢他的命名跟宣告 還有Java的資料形態 Java的運算式 另外就是資料的形態要轉換 不一樣的資料怎麼樣做 資料形態怎麼樣做轉換 這部分也很重要 那首先的話這個地方所謂的變數我想任何程式員都有 那你可以把它當成這個一個可以當成類似像一個盒子 那這個其實理論上就類似在我們記憶體空間 我們開一個空間暫時存放我們要放的資料 那這個資料呢也有可能是 什麼呢有可能是數字 數字裡面又有分成什麼有整有沒有小數點 有小數點的你就只能放在有小數點的那個資料形態裡面 你不能放在整數裡面否則他整數就就會 會放不進去或者是說他會把你的這個小數點給去掉 像這個是小數點這個是整數 所以你宣告的時候你就要宣告為不一樣 那這地方的話呢這個其實就是所謂的資料形態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邊有所謂一般比較多的像什麼數值 字圓 字串 等長數值 比如說像這個地方100的話 那我們就必須宣告 假設我要放在變數裡面的話 那我就必須宣告一個整數給他 那這個是 伏點就是有小數點 那這個是字串 我必須用不一樣的資料形態呢 來放不一樣的資料 這個觀念要有 OK那接下來的話呢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變數的宣告 裡面有一些 這個這個後面好像在講到有關那個 這個流程控制的部分 那其他還有所謂的保留字 這個保留字就是說呢你 城市裡面用到你宣告的變數名稱你就不能跟他用一樣的 否則會有衝突的問題 那命名規則的話特別注意 這保留字我想各位可以看一下這個保留字在三支 三頁的下方 我們就會有一些保留字這個保留字就將來你在 在命名的時候呢你就不能用用這些保留字 或者叫關鍵字 這些呢就會產生衝突 OK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有關於那個命名的 規則部分 這個規則部分的話 你的只能用哪一些呢 只能用英文字母你的變數名稱只能英文字母 或者是什麼底線 或者是錢的符號開頭 然後呢不限長度的unicode 其實就是一般unicode 所謂unicode的話 基本上 unicode如果用中文的話 其實也是unicode 使用安全變數字母也不照顧 谢谢观看